教堂旁邊的公墓啊 其實還有一個這樣的建築啊 其實就是來紀念美國原住民喔 就是印第安人所做的一個他們住的草屋啊 所以其實還蠻特別的 像美國的公墓不像我們中國人 好像陰陰深深的 其實這邊的公墓呢 就像花園一樣喔 有很多比較大的公墓 你還可以邊走邊盛跑 還有很多香草 迷迭香香草 你還可以拔一下回去做菜 氣氛真的還蠻不錯的 那像這個公墓呢 其實也很有名 因為有名的地方 在60年代有部電影叫《迷魂記》喔 其實呢就在這一個公墓拍的 所以讓這個地方變得其實還蠻著名的啦 很多人都會來這邊參觀一下 這個傳教室呢 他叫做Junipero Serra 他呢其實就是來 從西班牙來到這裡的傳教室 然後他算是 算是一個 舊金山一個很有名的人物喔 然後在這邊成立的這個教會 然後很多的起源點 其實都是從這邊開始的 所以呢現在舊金山很多街頭 都是以他來命名 還會流動 我選擇了